毒蛇克星乃加强 非洲草原找蛇救 腹白貌美大长腿 一脚一条黑漫巴 优雅与实力并存的非洲蛇救 专为吃毒蛇而生 且看他如何高智商猎蛇 蛇救是一位非常优雅的猎手 身高将近1米5 脖子以下全是腿 蛇救的双腿是他狩猎时的重要武器 他们经常在草原上行走 在行走过程中寻找猎物 猎物听到他的声音后就会慌忙逃脱 这个时候蛇救的目的就达到了 不怕猎物逃跑 就怕猎物不出现 猎物出现后 蛇救就会用自己一双大长腿追上去 原地来一段踢踏舞 在猎物的身上一顿踩踏 直到将对方踩死 蛇救食谱上一大部分都是蛇类 除此之外还有野兔老鼠等等 因此他们不像其他猛禽那样 从空中飞扑而下 只需要在地面上寻找猎物 不管是寻找猎物还是狩猎 蛇救看起来都十分优雅 他的两条腿就占了整个身高的三分之二 大大的眼睛配上长长的睫毛 再加上眼周的橘色眼影 让他看起来就像是高贵的秘书一样 因此蛇救也有了秘书鸟这样的别称 在行走过程中 蛇救无时无刻都在展示自己的大长腿 他的行走能力极强 一天能走三十多公里 找到猎物之后可以快速上前将其捕获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蛇救可以说是所有毒蛇的噩梦 蛇救捕蛇轻而易举 极优雅与聪慧于一身的秘书鸟蛇救 吃毒蛇就像吃辣条 非洲草原上时常上演着蛇救的暴力美学 蛇救确实是一种外形十分美丽的鸟 看起来没有其他猛禽那样凶狠 但蛇救绝非花瓶 他的智商非常高 在狩猎的时候也十分暴力 能够快狠准的捕捉猎物 即使是被称为非洲死神 让非洲人不寒而易的死神黑曼巴 在蛇救面前也只是一根小辣条 毒蛇之所以可怕 是因为他那恐怖的缠绕力和毒液 然而这两个优势在蛇救面前完全发挥不了作用 蛇救的反应速度很快 他在狩猎的时候可以观察到毒蛇的一举一动 一旦察觉到毒蛇想对自己发起攻击 那么他就会用力拍打自己的翅膀 让毒蛇晕头转向 这个时候毒蛇急于自保 无法缠绕蛇救的身体 与此同时 蛇救拥有满级防御 毒蛇无法释放自己的毒液 蛇救的腿部纤细又修长 还长着一层厚厚的鳞片 毒蛇不仅无法缠绕 也无法释放毒液 他的毒牙 无法穿透蛇救腿上 这层铠甲般的鳞片 这就导致毒蛇在蛇救面前完全失去了优势 凭借最坚固的防御 蛇救可以轻松躲避毒蛇的攻击 其实从名字就可以看出 蛇救是一种专吃蛇类的动物 是名副其实的蛇类杀手 不过 他之所以能捕杀毒蛇 除了防御能力足够强之外 超高的智商也是必备条件 就连狩猎的时候都是一副镇定从容的样子 蛇救在捕捉毒蛇的时候 善于使用计策 发现毒蛇后不会贸然行动 而是确定好对方的位置 寻找一个合适的攻击地点 现在毒蛇的周围移动 不断拍打自己的翅膀 这样不仅能迷惑敌人 还能起到震慑和恐吓作用 与此同时 踩踏毒蛇的身体 蛇救的腿又细又长 一脚踹出去 力道能有40多斤 有摄影师曾拍摄到 蛇救踢晕猎豹幼崽的画面 毒蛇自然无法抵挡这样的攻击 蛇救的攻击速度非常快 从发起进攻到接触到猎物 这中间只需要12毫秒 毒蛇或许没有任何反应机会 来不及释放毒液 就已经被蛇救踢成肉泥 等毒蛇半死不活的时候 蛇救就会叼住他的身体 将毒蛇杀死 即使遇到的是体型较大的毒蛇 蛇救也不会让他轻易逃脱 他会用尖锐的会 不断着视对方的身体 直到他失去反抗能力 在这之后 蛇救还会将毒蛇叼向空中 再将它摔在地上 这样一番操作下来 毒蛇就被摔成了肉泥 即使遇到黑曼巴蛇 蛇救也完全可以将它 当作自己的猎物 正是因为颜值高 狩猎手段强 蛇救受到了广泛喜爱 苏丹甚至将它看作是国鸟 大多数猛禽看起来就十分凶猛 而蛇救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优雅 这种高颜值 且狩猎能力强的鸟 属实不多见 感谢观看